这是我们台中市老旧街区活化整修补助计划第一案 请挂牌 我们上任以后 对中区的发展是非常在意的 那我们透过老旧街区的活化 让这个法令可以松绑 从107年到现在 我们大概有23件的案件有来申请 已经有14个被核定的 具有百年历史的雅文灾 是第一个完成的一个案子 修旧如旧 重修旧好 就是把旧的东西修到好 把它修得跟旧的感觉一样 让它具有特色的东西再把它留下来 那今天我们看到 修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真的是修旧如旧 重修旧好 还做得更好 雅文灾 方寸之间的一个文化 我们可以感受到以前仙人的这种做法 能够把这种本质留下来 能够把那种精神特色再传下去 你只要说在中区 第一个给客人的印象就是 你这个老历史 因为本来以前中区是最热闹的嘛 最热闹的也是各方面各行各业的顶尖的 最好的老手都在这里 当然这个地方的文化气质已经是最好的 这个就是我留在中区的原因 好的印章 他自己会说话 几十年来 虽然说印章已经做了很大一个改革 但是我们有很多老的客人他还是会回来找我们 只有我们还保留了以前那种传统的手工科吧 从日本时代到现在也一百多年了 在这次市政府的这个帮忙之下 老屋整建这个雅文灾 我想就是会一直延续下去了 一楼入口右侧 在玻璃下可以动视原有的竹边墙 这样就能够了解房子本身的结构 及其历史的呈现 这个楼梯本来是封死的 在跟业主沟通之后 我们把这个木板整个拆掉 让它变成镂空的 然后从外面看起来会显现得非常的广 非常的大 拆掉原有的天花板之后 呈现出来原有的木过照 它的利于美 在这都是还原当时候的本质 我想都市的发展是多元的 我们要开发新的地方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 一个城市的发展 是要透过时间的延续 透过这些文化历史的累积 那中区的魅力 其实就是在这种街道 巷弄跟人跟人的关系 传承上面跟延续下去 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在帮助中区 不管是产业或是个人的这种家族的文化 雅文栽也好 西服店也好 珠宝店也好 甚至戏院 我们如果有机会 都希望能够帮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